机动市副市长邱佩玲和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看着机动市政府号环保龙舟缓缓前进 机动又开心 由机动市政府社会处委托伊甸基金会管理的 机动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特地举办端午节做环保龙舟比赛 透过我们也对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环保也是非常的重视 让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将这些元素融入在里面 所以等一下我们的进行的活动 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住民们是没办法到外面去 跟人家参加这种活动 所以我们把它办在我们这个中心 机动市副市长邱佩玲和社会处长杨玉昕 代表市长谢国良到场制政端午节加菜金之外 也和机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秘书 以及市议员韩世玉和市议员何淑平秘书等人 一起和大小朋友们跳舞做龙舟同乐 在我们基隆帮助我们这么多 真心谢谢你们跟我们一起 那刚才我来之前很好奇地问今天是做什么活动 他告诉我是把环保的概念结合了进去 我觉得很难得是把一个新的元素 可以放在我们的生活教育 告诉每一个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符合时事的需求 那包括做的 我说龙舟比赛很多人参与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得奖者 那他告诉我有很多评分的标准 那我说龙舟比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团队 怎么样显示出团队 他说其实一组都有十个人 总共大概有九组 我觉得从这个小细节上 可以看到一点的用心 透过一个活动把每一个人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要的 每次呢我看到了大朋友小朋友啊 心里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是同一国的 同一国的 大家也会看到我要拿麦克风 都没有办法自己拿 还得靠别人帮我拿 要吃饭要喝水 都没有办法靠自己 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作为一个人 跟我能够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投入社会 让社会更健康更进步的一个人 所以我在这里要鼓励 所以我看到好多年轻的妈妈们 还有我们的可爱的住民们 我们在这里呢做什么呢 一起好好的学习 怎么样能够安顿我们自己的身心 然后怎么样好好的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平安顺利的成长 而到有一天 每一个人都能够贡献社会 那如何能够贡献社会 就是你所体验到的辛苦 你所体验到的苦难 然后你在里面如何克服了 如何突破了 而这个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人 分享给其他的家长 让其他人不要走冤枉路 让别人可以过得跟我们一样的幸福 这是我们共同在这里所努力的 思域呢也会跟我们议会 那一起呢一本初心 那大家有任何事情随时交代 那思域呢一定会全力以赴 用心呢做好服务 那再次呢祝福呢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呢端午佳节快乐 大家端午安康 谢谢大家 副市长邱佩玲和社会处长杨玉欣 看着自己和社会处科长等人 共同亲手粘贴布置的 基隆市政府号环保龙舟 在用洗澡床作为龙舟赛道上 打奖缓缓前行都开心的不得了 随后副市长邱佩玲等人也充当裁判 帮身杖中心大小朋友和家属们 共同制作的各式各样环保龙舟打分数 看谁的龙舟做得漂亮又能够真正在水中航行 大家一起度过愉快的端午佳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消息从这边这边 我让他再给买工碗 我们马上洗这边 我给你带你带你带 我先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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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と 我今早点就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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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 一早前展进